翻譯 哈囉大家好我是舒祥 今天來開之前聯賽活動的卡包 那我們就開始吧 聯賽活動的話有分成三種卡包 一種是..大滿罐 然後世界級跟明星級 我有自己的想法啦 世界級 大於等於明星級 然後大於大於大滿冠 那我覺得大滿冠花的材料有點太多了 而且獎勵其實跟世界級是差不多的 然後至於明星級的話 他卡片高價的很高價 然後低價的會有點蠻慘的 不過他的材料花的是最少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很幸運的話 可以選明星級看看 然後我的話 這邊是開世界級 然後等下另外一隻帳號這邊也會開 大滿冠跟明星級 好 今天就來看看這些卡包會不會打點我吧 好 世界級的 聯賽選手包 三個 好 開 鎖殺誒 5月的 不過已經很好了 這樣子三包就 12億了 真的是蠻狂的 好 那就換另外一隻帳號吧 好 然後另外這邊的話 是換了 大滿冠跟 明星級 然後明星級這邊是6包 然後等下開完之後大概大家可以照著筆子 然後就衡量自己喜歡開哪一種卡包 然後我這邊開的卡包機率就給各位做參考吧 那就開大滿冠吧 希望有10恩鼎卡 不過這邊沒有19TOP 有點蠻可惜的 好 開吧 83的 蘿莉 這價格有點 所以 給各位做參考吧 大滿冠就 就要不要換 就看個人了 好 剩下是明星級這邊有19TOP 希望有好卡 開吧 開 有一張 19的 然後明星賽 跟幾張 三四千萬的卡片 這樣子的話大概 3.7億左右 好 所以包開 80的周董 8300萬還不錯 所以這樣子 算是 算是有個4億 那就給各位做參考了 因為畢竟這個機率 很隨機嘛 雖然他是均等包 不過 卡片範圍都還蠻大的 我自己是建議開那個 世界級啦 當然 明星級也是 不錯的 因為 你可以換很多卡包嘛 運氣好的人就 一堆19TOP 就會比較賺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頻道 追蹤第一手消息 旁邊的小鈴鐺也記得打開唷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